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打板吗?要! 亲爱的全人类,这里是即兴主义广播 你们已经被包围啦 再多的抵抗也只是徒劳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即刻放下剧本,起义来归 即兴主义 大家好,我是 supporting 我们是一群来自由咪极醒剧场的即兴主义者 透过我们将 inglater.com 直接进行持续性的即兴主义 新战喊 又来到新一集的即兴主义 Yes 在今天开头呢 很兴奋的又想要分享一个 又有人留言给我们 什么 但是不是即兴主义的Podcast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有在听现在节目的各位 我们也是有youtube频道的 有1000多人的订阅 对对对对 1000多人的订阅 那就是我们其实之前应该是说去年2020 就是因为疫情期间 那时候大家都演出取消 所以我们就开始拍了一些youtube的影片 然后其中有一支影片呢 我们是标题是戏剧戏事新时代的第一志愿 被耽误的铁饭碗 超好找工作念了绝对不会饿死 对就这么长的一个标题 我跟韦翔是那天的主讲者 没错就是 就是我跟韦翔跟燕宇一起企划这个单元 就是用好像十几分钟的时间吧 我们就是分享了一下 因为刚好我们三个也都是戏剧系毕业的 就是我们分享 就是当然这个标题其实是我想的啦 然后我就邀请他们跟我一起写这样子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陆续有收到几个留言 虽然不多 但是都是一些 就是正在准备想要 就是选择是不是要考戏剧相关科系的一些高中生 留的眼耶 就是觉得超感动的 就因为最近刚好 在一个礼拜之内收到了两个这样子的留言 这样就是让我忍不住觉得说 超想分享一下 因为我在猜这种类型的影片可能有点冷门吧 对啊 有点少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有留言说 我是本届正在准备考戏剧系面试的考生 看到这部影片真的觉得 有给就是较善于软技能的我很大的信心 然后影片的论点也都很有道理 值得思考 总结来说 好影片 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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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个是新新时代用语吗 就是推一个 推一个就是 缩短的说法 细笛细笛 然后另外一个留言呢 他是写说 很庆幸在这个时间里看到这部影片 我是正在准备个人申请 北一大剧场设计的高中生 这个影片真的给我很多资讯 谢谢你们 对啊 就觉得 谢谢 好像他们真的有觉得这里面 有一些东西是 对他们有帮助的 因为我自己超清楚知道 看影片的人 就是看归看 就是会留言的 真的是算少数 对啊 对啊 就是大部分观看的人 就是看完就 就离开了 对啊 所以也会觉得很受鼓励 有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 对 就是除了这两者之外 也有 也有其他的 也都是讲类似的 他就有 有一个还说 他现在是高三生 然后很想去念戏剧系 但是因为懂得不多 平常身边也没有人是 接触这一块的 然后看到这个影片觉得 讲的真的很稀这样子 对啊 太好了 大家如果想知道 这个影片到底在讲什么 请去找我们的 对 推个 我们的频道上 搜寻勇气即兴 而且如果这是一个好少人分享的部分啊 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影片有这个资讯 真的很很珍贵 对啊 对啊 开心 开心有帮到大家 对啊 因为我们里面有在讲那个软技能 硬技能 这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跟我们这两集 这个podcast在聊的那个教育 里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 也是蛮有关系的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上一集在讲 就是我们在 比如说小学中学年代 其实有记得的东西 对 就是一些很不硬的东西 就是在学校生活里面就是 对啊 是跟人际比较有关的一些记忆 比如说什么参加科展啊 参加田径队啊 什么类似这种东西 做花灯啊 谈恋爱 谈恋爱 的这个部分 在以前学校教育里面都会视为 无用比较啦 比较无用的一些区块这样子 对 对 但是就是像考试啊 学科那些就是比较 视为有用的那一个部分 那就我们念过戏剧系 以及我们认为我们 这种念戏剧的人 或者说现在是身为剧场工作者 我们看世界 现在的就是职场的趋势 我们所认为软技能 硬技能 就是这两个东西到底哪个重要 然后戏剧系的训练到底给了我们什么 就是我们有聊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哦 欢迎去看哦 看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订阅订阅 对对对 再让我们多增加一点这个订阅者 是的 他的影片也可以去留言哦 是例如说王思维主演的 其实我们都好期待哦 好期待留言 但是真的想想那个留言的动力要好强 我们去看别人的影片也很少留言 对啊 对啊 没错 我承认 而且还要登录 也登录 好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回到就是Kiss Johnstone的这本书吧 是啊 就是一样是impro这本书 我先快速讲一下我们那个上一集 上一集就是从他的这篇成为一名老师 然后那一集都有让我们读了之后 觉得虽然只是短短两段 但是就是非常的 我不知道我自己脑中一直想到像恐怖电影 对对对 这样子的形容在形容我看那两段的心情 就是好像我被一个看 虽然只是看两段文章 但我觉得好像看了恐怖电影 被惊吓的那种感觉 对 回忆自己的学生生涯也很惊吓 就是等于被再唤醒 再去要去回忆一次 牺牲了健康 牺牲了眼珠的健康 没错 牺牲了一些东西 所以 那些时间 还有当时获得的评价对于日后的影响 对 还有大部分都只能输入不能输出 是的 还有更多的内容 请直接去点上一集 我要赶快解释一下 因为我刚才有说失去了童真 但我要讲真是真实的真 就是很有童心的部分 我需要解释一下 我是本来蛮想追问 但是想说 哎呀这个开头是不是有点长 要再继续追问黄伟祥失去童真的故事 是不是什么时候才进得到重点 而且如果是在学校 这会不会是一个恐怖的故事 真的很难说 这已经恐怖到了破表了 你先让我解释 所以你那时候没有失去童真 是什么时候才失去童真 我们继续下去吧 这可能很像自己开Podcast这样 好啊 那我们就来看看新的这一段 咻咻咻咻 翻页翻页 OK 好喔 他就讲到 Kiss他说到呢 几乎所有的老师 即便你不是很就是聪明的老师 他说的聪明应该是就是 就是那种很有才华的老师 就是几乎了 几乎的所有的老师也都跟 都能够跟小学生相处的不错 嗯 但可是很多老师都很 可能难以认同那些失败的孩子 已经是 可能像前面 上一集有讲到 他比较 已经是被学校认为 他是落后或是不受教的孩子 他说 不是很聪明的老师 对 我也是在想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对不对 我觉得 就是 这会不会有点 诚实的太过头了 对 对 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 几乎所有老师的意思 就是 我看一下他原文 他说 even if they won't very b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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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聪明嘛 所以不是聪明 不是光 就是什么 正像 对 就是类似光明 之类的 这个词差很多 对啊 他为什么翻成聪明 还蛮特别的 你要打电话去那个 中国那家出版社 明亮啦 所以明亮好像比较像正像 正像 不乐观 对啊 我觉得跟聪明差好多哦 对啊 对啊 还好我们有确认一下 不然我想说 Kiss kiss 也太坚酸刻薄了 过这么多年 还在酸他当年的同事 不是 而且这样说 比直接说对方笨 还更残忍 而且我觉得 他把这个聪明 放在这一句讲了什么意义吗 要讲的是说 对啊 跟小学生相处的不错 是跟聪明有什么关系 对 我是觉得好好笑 我一开始读的时候 就以为他说 你不用是很 很有天赋 很特别的老师 你都 你都能够跟小学生相处的不错 但是可能难以认同失败的孩子 这样 嗯 所以如果他现在改成 就是 正像 正像或是 对啊 明亮光 我觉得会更合理 呃 对所以他 你觉得那意思有改变吗 意思有 就会跟我想的是完全不同的 哈哈哈哈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 呃 大部分的老师都难以认同那些失败的孩子 嗯 对 即使你是一个很正向的老师 你也难以认同失败的孩子 对 即使你跟他们 差太多了 对其实你跟他们都可以玩在一起 你也蛮 受他们欢迎或喜欢他们 但是你还是难以认同那些失败的孩子 对啊 哇 刚才讲了三次 对啊 对我觉得 这个 就太有道理了 我觉得 嗯 而且 而且 如果是 比方不正向的老师 不认同这些孩子 可能 我们还比较可以接受 如果他是很正向 他还不认同他们 那他们不是更更绝望吗 是啊 对 对对对 真的 那为什么Kiss Johnstone他可以有一个 他可以发现这件事呢 他有说到他的情况很特殊 嗯 就说他为什么其实是看得出来 大部分的老师都不认同失败的孩子 嗯 对他为什么可以看得出来 是因为 他在11岁以前就已经非常聪明了 哈哈哈 你帮我看一下原文到 哈哈哈 我来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说自己非常聪明呢 嗯 嗯 欸 对啊 他是 确实是这样 他是说自己 Exceptional Intelligent 啊 啊 确实就是 非常 就是 非常 例外 知识 超级 非常有知识的孩子 非常有知识的孩子 Apparently 嗯 ok 智能很高的 智能 对对对对 就是他在后面也有讲说 对因为他11岁之前就已经很聪明了 然后他有拿过很多奖项 拿片几乎所有的奖项 嗯 但是他后面有夸号说 其实他觉得他自己很尴尬去拿这些奖 因为他后来我自己对他的理解是他后来会认为 颁奖应该要 颁奖这个行为应该是要鼓励那些 在后面比较学习上比较缓慢的孩子 嗯 对他觉得应该是要讲 你说后来 但我怎么觉得他是好像他小时候他就觉得 嗯 因为他说这让我很尴尬 好像他小时候他就觉得得奖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好像应该给别人 哦 我自己的想像是这样子 对对对 我说的后来是我后来认识了即兴剧之后呢 哦 我认为 对对对 就我对即兴剧的认识我觉得 哦你个人认识 我个人的后来 哦 我应该我认为Kiss Johnstone 应该是会觉得奖项应该要颁给 就鼓励嘛 对 鼓励那些 Doll children Doll children 它就是说愚顿的孩子 嗯 而且他想说是尴尬 因为他说认为这个奖给愚顿孩子作为补偿 那我这样看也仿佛有一种 哦我在这件事情 因为我很聪明 那我得到第一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那那个奖应该是给那些 嗯嗯嗯嗯 他们 就是需要被补偿 就是他们可能在方面还没有表现得很好的 嗯嗯 它是原文是补偿吗 补偿 算 对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有点累 太长 对对对 对啊 好 那就是因为Keith他小时候 11岁之前就已经拿遍所有的奖项 所以他其实有站在优秀的那一群过 嗯 就是教育体制里面认为的成功的那一群 嗯 那他也有成为老师的宠儿 嗯 但是他 后来变成在班上垫底的人 然后这件事跌破大家的眼镜 哦 然后他的班主任形容Kiss是掉到坑里了 呵 请问掉到坑里了 是可能是中国 中国的用法 是说法 对 你们觉得掉到坑里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 跌入谷底啊 就是 对啊 怎么了 是 是 失常 失常 哦 我也会觉得是失常 我会觉得是被鬼抓走 就是 如果是台湾人说法的话 对对对 被鬼抓走 就是你怎么失常了这样子 对对 被鬼抓走 被鬼抓走 我本来在班上是第十名 到了那学校的时候突然变第四名 那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功课优异的 因为以前在台北市念的学校 不论国小到国中 优异的人大有人在 可是到了那边之后一进去都变第四名 然后所有同学目光 哎呦 今天来了一个台北市的同学 学生很厉害哦 很厉害哦 对 然后我就也因此就一路就 在学校功课表现上面都还不错 嗯 但我都没有明显觉得说我做了什么 可是就有人把我视为竞争对手 哦 那我刚刚为什么要讲这个变成 这个跌入谷底是 我 以前其实不是一个数学很擅长的人 但我又觉得 好像那个几何 在被排列的时候很有趣 哦 我就因而在考高中的推荐甄选的时候 我顺利考上了心殿高中 嗯 然后那时候就被同学们讲说 哎呦 黑马哎呦 黑马还在班上 跟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考试是怎样 给我们一些压力什么的 哦 我那时候也会觉得很尴尬 天啊 直到我后来念高中的第一年 只是因为我在开学的时候 跟同学们在大家轮番上去自我介绍 我侃侃儿台 因为我喜欢戏剧 我愿意在大家面前 介绍我自己 嗯 我就因而被选为班长 嗯 然后我就在我在高中第一 第一年的第一个考试 嗯 考了班上的第27名 哦 我就到我老师那边拿到成绩单 然后老师就说 作为班上的班长 怎么考一个这样的成绩 那是我第一次为了这件事情掉眼泪 等一下 一般有几个人 那你那个五六四个人吧 我们班有四十几个 哦四十几个 四十几个 四十几个 二十七名还好啊 还好啊 然后就觉得 好像作为班长不能这样 可是我也没有想 是因为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我自己 老师看到我可以这样表达我自己 就先选为作为班长 嗯 这也不是我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 而且班长的功能是什么 说实在 我们现在就是长大也后理性 并不是要考第一名带领大家 对 追求知识上的卓越吧 班长不过就是像这个行政管理者 然后还有林宇 刚刚我以前说四十几个 大概二十七是在中后 中后 中后抱歉 也不是想要跟上 我刚才有发现 我刚才有发现 而且我要讲这个 也要呼应我们上一集有讲到的 那个是我们班上的老 我们班导 然后她姓张 啊哈 至今对她念念不 我没有听她的意思 是因为她当时怀孕 她每一个老师的名字都基本上 也是啦 也是真的 然后这个老师 在当时学校里面算很会教 也是名牌老师的那一首 牌老师最容易唱球 你是班上的班长欸 成绩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演了就怕了 那你有没有再下次考个四十几名 你跟她说不要再跟我讲这样的话了 我后面的人生都是四十几 啊 真的假的 我就是 但我们学校非常多那种 明明其实可以考到建中 或是考到北一女 但因为家里 比较近 然后就 就近读 哦 这样蛮健康的啊 所以我们班上有非常多那种同学 啊我都本家在念书欸 你说有念书吗 然后考出来就96 那我拼命拼命的就是63 或是79 嗯 压力就很大 那你那时候那两行累 你还记得你在哭什么吗 我怎么可以考这样的成绩 哦就是你确实觉得羞愧 我接受了她 她的这个评价 就是觉得不爽你干嘛骂我 不是不爽骂我欸 对啊 是你有觉得我让你失望了吗 我觉得我努力还不够吧 哦 就是自责 我被给予了班长这样子的一个 荣耀职位 我居然表现不佳 在成绩上 那我就好奇 现在伟翔长大了嘛 你再 再次回忆其老师讲这段话 你会 就是你觉得在说什么 或是你要怎么回应 你现在想要靠北下那个老师 也是可以 靠北他 哦靠北下老师吗 新店的张老师 哈哈哈哈 现在讲的这个有点惊吓 哈哈哈哈 他要当时怀孕 whatever 就是你接受吗 这个 这是你同意的吗 因为我一直以来比较多是 成绩其实都是被比较出来的 那我只是 我读了什么东西 我就反映在考试这件事情上 嗯 但别人会因为 拿到那样的比较去评价 你现在在这里面 你值不值得 嗯 那我会困惑这件事 所以我一直都跟这件事有点距离 那我以前描述这件事情是 我讨厌竞争 我不喜欢竞争的感觉 那 那 与学要竞争 那我就会比较退后一步 我是选择不竞争的那个人 嗯 那就演变成一种 和平主义者 以前啦 嗯 但现在不是这样看 我可能还没办法马上翻转 我对当时怎么看 因为这变成我一个很有记忆的点 哦 对 那所以你后来为什么考试试解 就是这是一个选择吗 后来都变成 还是单纯 单纯就是 我刚刚给那建议 纯粹想说 就要气气的老师啊 对啊 你要再跟我讲这种话 如果是你的话 如果是你就会 你就会故意 我这个人真的就是很情绪性 就是 如果考世界让我不高兴 就我会写数学题哦 我就算算差不多六十分 其他我就乱的话 跟把考卷弄破 可以 可以做这么精准的一个 可以啊 因为你差不多会知道 不会就不会 那会的写一写 差不多有这个分数 其他就可以乱弄 不是我不是总 但是我就是一个很任性的人 都是为了反抗而反抗的人 可能那时候有很多东西需要念 那你如果有拿到一个好的 读书方法的话 你可能相对比较可以融会贯通 但我是那种可能 就会笔细做得很仔细 然后把它写得很好 或是会涂掉或怎么样 就是看起来很完美 但是看起来没有在念书 我也是这样 我就会被说 你笔记你都有写啊 但你读到哪里去了 对我跟你一样 为什么没有反应在成绩上面 我觉得笔记这个东西在 我学生实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 对 真的 我觉得我后来 我到了现在进入勇气即兴 我还发现根本不用做笔记 我有很多笔记创伤 我也有越来越在笔记这个部分退化 这样子 就是觉得不用啊 对 对 我先澄清一下 我刚刚讲的那个我可以算算60分 那是我国中时候的数学 我国中时候数学真的蛮厉害的 其他科没有 上了高中更是什么对我来讲都是 那是什么 就是一团迷雾这样 然后我在高中 从上次之前我们团内有一次团练的时候 我有分享过 那个 我高中的数学老师 他就 他就是说 看一个人的笔记就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知道他的脑袋 就是知道这个人的脑袋够不够滑 他说你看像那个笔记乱七八糟 他就看着我的笔记 那一定是思想就是乱七八糟 就是很纷乱什么的人 然后就是看着我讲 看着我 因为的确 其实你们到现在看我的笔记也是 因为我这个人 我写笔记 其实我根本 我后来可能也是看不懂 可是我就是在那一刻 就是手跟着 写完 就是那就是 可能是一种我记忆 还是我那时候就是 反正我不需要再去看我之后的笔记 那就是一个当下的流嘛 然后你看你就被吓了一个这种 我就是一个怎么样 头脑不清楚乱糟糟的人 这些老师还真敢讲 好可怕 这是我的笔记创伤 真的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还是会有那种 譬如说很会做笔记的人 做得很漂亮 然后用很漂亮的笔记本啊什么的 哇 多种颜色的笔什么 然后大家好像还会借同学的笔记 去抄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 所以我想说现在仔细想一想 那是什么啊 那是学习吗 借别人笔记去抄 或是借别人笔记去读 干嘛 你真的读得进去吗 对 一定也是看不懂 对啊 就觉得 好后面哦 以前确实会有一种 羡慕别人会做笔记的一种心情 就会觉得会做得很漂亮笔记的人 好像就比较会读的样子 然后我永远都还在一种 搞清楚笔记要怎么做的一个过程中 我就读完了小学中 哈哈哈 我还搞不清楚要怎么做笔记 我想起来了 我小时候蛮常被评价就是太在意那些细节 那比方历史的这一段到这一段 它是怎么过啦 因为历史都是跳段的在教 它没有融会贯通 所以我读不懂的时候我就要再去查 但我查就会花太多的时间 但那些同学都是 你就先记一个大概的 然后要先了解 考试可能会考什么样的东西 那些东西对应进去之后 这才是重点 我说好聪明哦 你们已经找到一种 可以马上适应 接下来这个社会要怎么样 生存下去的方式 但我知道那不是我的 但是你才是真的在研究的人 因为你想要把它融会贯通 然后把这个 就是它可以连接嘛 对 你刚刚形容的另外那些部分 我的猜想很多都是在应对考试 好用 应对考试好用这样 对啊 我觉得我完全同意 你我的做法也都跟你一样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在享受那些 我怎么 就是我怎么把教科书拼成我自己的样子 但我其实记不住啊 我拼完之后我就是 我林彦宇自己出了一本教科书 哈哈哈哈哈哈 好想看 好了 然后我就忘记了 好了 所以我考试的时候 我这边我有读过 这里我有读过 但是怎么都讲不起来 写不出来 所以时间不够 我感觉到那个考试的时候挺很焦虑 很焦虑啊 而且我大部分都是小的范围考得好 大的范围都考很烂 因为我很多时间都是也是专注在细节 嗯 对 听你们讲这一段我觉得好疗愈我 因为我根本就是一个坏学生 我根本没那么认真 我如果被荡掉 或是我的种种成绩不好 这很合理啊 我又没有 我又没有那么 对 但是就是刚刚在讲老师给的那个评价啊 嗯 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找一个机会再好好看 就像伟翔刚刚回忆那一段 嗯 overcome他 因为我 就好像我可以 因为有时候有些 可能我 我早就有能力可以不受这个评价的影响 但是没有更正式的去面对他把它拿掉 就好像还一直黏在我身上 嗯 我刚刚就觉得说 他根本就不了解我嘛 而且我干嘛被 就是在乎这个人的评价 嗯 嗯 好啊 那Kiss就那时候被评价为调到坑里了 坑里了 然后 他 被鬼抓走 我更喜欢你说被鬼抓走 对 就是班主任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 而且 我有一点点怀疑他可能在想说 班主任觉得他是故意的 所以 Kiss说 他 班主任后来就再也没有原谅过他了 哇塞 还是多恐怖啊 对 然后他就说 嗯 然后 那个Kiss很困惑 他觉得为什么班主任变得不喜欢他了 嗯 可是他渐渐意识到自己 不会为了 嗯 他不喜欢的人去学习 嗯 所以就有点像思维刚刚说的那种 有点小韧性那种 嗯 我讨厌这个老师 好我就不要不要读 这样子 对 你不喜欢我是不是 我也不喜欢你 你教的东西我就不学 对 没错 就这样子 然后但是几年过去之后呢 Kiss的学业有进步 嗯 可是这个班主任一样 一样会说 嗯 例如说Kiss 因为喜欢某个老师 然后他就很努力学那一科 嗯 然后就得奖了的时候 嗯 班主任还是会评价他说 嗯 嗯 Kiss把这个奖项 从本来应得的男孩手中夺走了 这样子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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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他觉得应该是伟翔会得这个奖的 怎么可能会是Kiss 好可怕喔 对 本班的第一名 就要拿这个奖 诶怎么会是Kiss呢 没错 一个数学老师 好可怕喔 你数学老师也有 跟你讲这句话 就跟刚刚那同一个啊 嗯 高中的某一位数学老师 对就当你做到的时候 他说你怎么可能会做到 对因为他 他就是有一次带一些书 要来送班上的同学 就是要考我们问题嘛 嗯 然后本来上他 因为我就是已经 其实我非常热爱数学 但是 我高中的前几年数学老师都是他 真的已经让我 我真的就是 没办法听也不想听也不 反正我在那课堂上 就只是一块肉而已 然后难得就是有个有奖真答嘛 对不对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很感兴趣 其实我默默没事就好 嗯 我就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后我答完也答对了 然后他不就要颁奖给我 对不对 然后他这样 我刚刚出的太简单了 我刚刚这题实在出的太简单了 抱歉 真的 想看那个把 Kiss Johnstone的书丢在桌上 是的 请去看YouTube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段精彩的画面 就是 刚刚Kiss写的这段 就让我回想起车 是不是有 有点类似的经验 对啊 什么嘛就是 然后没有 可是我就倾向自责 那我干嘛去举这个手 那人家然后就 我就很怪我自己 让我自己陷到这种情境里面 不够好 对 还有就是 就是老师在这个 这个 专业的位置上去跟 学生 get personal 嗯 就是他 就是我觉得这样对嘛 对对对 就是虽然说老师也是人 但是某种程度就是 老师应该是去serve学生 就是你要想办法去提供他们教育 但是你却在这个过程中 跟学生就是一对一的杠上了 那种感觉 对对对在全班面前说这个话 是啊是啊 实在是太太讨人厌了 没错 好啊 那我们就继续看 然后 也就是因为 Kiss Johnstone有这个 曾经是top 后面又变 掉到那个动力 的这两个经验 学习经验 所以他就拥有不同的视角 所以他就会开始跟那些失败的男孩 变成朋友 这样 就是所谓失败男孩就是在学业成绩 是比较后段的孩子这样 那Kiss就也可以跟他们玩在一起 然后他说 Kiss说 谁也不能劝我说他们很没用 或不可教 就是他那些朋友们 对对 他说谁 就是说其他人不能去讲说 他那些朋友是没用的 或是他们同事 嗯嗯嗯嗯 同事 就他的同事也不能劝他说 噢这些孩子们 嗯 是很没用的 是不可教的 等一下所以他现在讲的是 他这边说的是 是他小时候 小时候嘛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说他在小时候 因为曾经有在后段 也有待过前段 嗯嗯 然后所以他就现在跟 他可以跟 后段的人也变成朋友 欸而且而且我觉得他 就是 他讲的这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 就是如果你曾经在 在班上垫底多年 对 你会有不同的视角 嗯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 要怎么讲啊 就觉得好像适用于很多 很多人生阶段 嗯嗯 如果你曾经在某种谷底 嗯 比如说看过人家脸色 嗯 还是说经历过一些低潮的话 对对 你会有很多不同的那种 嗯 嗯 看待世界 或看待 嗯 就是身边的人的一些角度 这样 对对对 所以他才会说 谁也不能劝我说 他们很没用或不可教 嗯 因为他其实自己也曾经垫底 嗯 所以有人如果说 自他 如果有人说 Kiss是没用或不可教的 他确实也知道 那不会是事实啊 嗯 对 然后他就说 我的失败是一种生存策略 哇 哇 然后他说 如果没有他 我可能永远不会走出教育 为我设定的陷阱 我最终受到阻碍的意识 可能会比现在还多 我最终受到阻碍的意识 可能比现在多得多 嗯 就是说 有点像是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那个 待在失败的那一段日子 嗯 嗯 我现在可能会受到更多阻碍 嗯 例如说因为我没有失败过 嗯 我就会觉得到处都是阻碍 嗯 我在猜会不会是这个意思 嗯 嗯 有阻碍 嗯 刚才讲的时候马上让我想到 以前很 我们有 应该算现在也有流行这个词 嗯 路舌 对 路舌 路舌对 然后也会刚很快让我想到 嗯 有些人可能因为各种状况 他后来选择不工作 嗯 但常常就会被 周遭的人会说 你为什么不工作 嗯 你应该要工作 仿佛不工作就是一种失败 嗯 嗯 但一个人他最后要能够去踏到 工作的现场去从事做工作 这事情可能中间 嗯 真的有可能各式各样的理由 对 但我们可能 比较多的时候会 用一种方式看 你 你为什么不去工作 嗯 需要被理解 嗯 嗯 就是那个 很单一的标准 嗯 嗯 他刚讲这最后一句话我觉得 我看一下那个原文的理解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在讲说他自己的意识是 嗯 很可贵的吧 就是说如果不是说他 嗯 因为有那个过去用失败来当做一个 生成战略的一个 嗯 时期 对 他一定不可能 可以走出那个 他说教育为他设下的陷阱 然后他的意识所受到的阻碍 嗯 就是会比现在来的 多了更多 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意识 应该就是说 嗯 我感觉他就是 类似讲说他自己 的那个 呃 被扭曲吧 嗯 本来的意识被扭曲的程度 就是 还好 嗯 没有那么多这样 嗯 就是如果他 可能像某些 其他他可能有看到的学生 嗯 比较深入教育的陷阱的话 可能被扭曲的程度是更高的吧 嗯 我觉得你完全相信跟福音于他 这个教育所告诉你的 你应该要是怎么想应该 怎么成为 什么样的人 嗯 嗯 对啊 我觉得他是一种 类似庆幸跟得意吧 嗯 他用失败来当作一个生存战略 嗯 然后策略 嗯 他也没有受那个教育的扭曲 嗯 那么多 我很快想到一个东西是 我在考大 因为我想考 我高中 我国小的时候就想要考台北艺术大学 嗯 然后我高中那年去考试的时候 考试没有上 嗯 隔一年我大一的时候还要去考 对 对 然后考完 后来也是没有上 嗯 那我都特别记得那时候离开的时候 就有旁边的学长说什么 哦 可能那个谁看起来比较帅 或谁比较美 他就会上 嗯 但我以前对我自己外外貌的自我评价 就是他比较 我比较自赔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特别记得我下山的时候 遇到一个林口高中的某个戏剧社的社长 他上来就问我说 诶 刚刚考试怎么样 需要注意什么 我就说 你只要在老师面前把屁 就是裤子脱下来露一个屁股的话 你就会上 因为他长得还蛮帅的 哦 虽然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脱下那个裤子 但 据说他念了一首现代诗 然后他后来上 这样 哦 但我 讲这一小段我想要 讲到的事情是 我当初因为想考上这个学校 我没有考这个学校 我还曾经在 旁边的大稻辰码头那边 就是为这件事情哭过 嗯 然后就想着说 嗯 好 我 如果 我要成为 我没有考上这个学校 那我也要成为一个 嗯 别人会觉得我好用的演员 那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说 哦 对 但我就也因为这样 就在意这个学校 在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直到2017年 嗯 直到2017年 嗯 嗯 那是因为我那时候去参加一个征选 然后那个征选 也是那个学校的一位 名牌老师 嗯 他后来退休之后去办一个 准备要做一个制作这样 嗯 后来没上 后来我才跟这件事情 有一个明显的脱开 嗯 然后是直到去年 哎 今年 今年我去参 呃 有一个朋友 曾经也接触过即兴剧 嗯 然后他就邀请我去 他们那边的社区大学 带一个短短的时间的一些 即兴的东西 嗯 然后就从他口中有稍微听到跟聊到 他当时有参与那个制作 嗯 那个制作里面也是惊人的可怕这样 嗯 然后才突然看到 哦 我好像17年的时候 这件事情有松开之后 我突然好像可以比较有一个 距离去看 嗯 或许当初没有考上 嗯 不是一件坏事 嗯 如果考上了之后 我也可能会被 学校里面的某种 老师人主观的评价 而扭曲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嗯 嗯 对 这是我刚刚想到这个想分享 嗯 嗯 有有有 你这个有说到 我觉得那个 这是一个其中一个陷阱 嗯 教育为你设下的陷阱 陷阱就是 因为其实 不管是什么学校或科系 他一定会有人家说的最好的排名 嗯 然后我们可能都 在不自觉当中会 就是想要追寻那一个 那个最好 嗯 那如果那个最好一直 不让你进来 嗯 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被否定的感觉 嗯 嗯 对 真的耶 是 我个人觉得教育设下的陷阱 我觉得可多的 哈哈哈 就觉得好多喔 就是 对啊 对啊 光是这个陷阱就是 光是一个学校的一个 一个 一个运作机制 嗯 现在这样随便想 就觉得 这里面陷阱很多啊 对啊 对啊 进去到里面之后 你就开始 进入那个 每天 嗯 就是会 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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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钟的这个节奏 嗯 然后又隔一小阵子 可能会有什么 小测验小考 然后再一下 又会有什么 大的 大考 嗯 什么期 我不知道现在是 以前我们是有月考 嗯 现在不知道 现在学校不知道是什么 期中考 我觉得现在 现在大大小小的考试 可能影响力更大 嗯 本来你以前小考 可能还可以 就算了 现在我觉得好像 每一个考试都变得好重要 每一次的报告 我觉得反而更累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些 就是你进 当你进到那个学校的 生活之后 这一切就变得理所当然 嗯 你会很自然的去 就是融入那里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超大的陷阱 融入在那里面 你刚刚说熏陶 就是上一集有讲到熏陶 我觉得我们 哇我们超浓的 超浓的被学校教育熏陶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长 十二年 十二年的人生 十二年 每天八小时 八小时吧 还是超过 可能会超过 我觉得应该有超过 嗯 对啊 就是那个熏陶超浓的 那个陷阱之大的 我就觉得 就是你会产生很多惯性 嗯 然后那个惯性 渐渐被你没有察觉到 就是他就变成理所当然 嗯 对 然后有排名 有比赛 对 有 有各种这些东西 那你如果越来越会玩这个游戏规则 就越来越目标导向 嗯 这让我突然想到一个 我也有过就是 脱离开这件事情的经验 哦 就是因为我是在国中的时候 国三我有气熊 嗯 所以我在高一的时候有发作过一次 那时候在上个日文课 嗯 我就因此被送到保健室 然后隔天之后我就去了 我们学校附近的医院 嗯 然后我就去那边住了两天 然后就吸着氧气 嗯 你是听得到学校的钟声的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躺在病床上 然后想着说 现在这时间他们在考试 现在这时间他们在吃午餐 嗯 现在这时间他们在打扫 哦 但我在干嘛 嗯 然后我那那是一个 我以前很有体感的经验是 我好像从一个泡泡的面 拖了出来之后 嗯 哦我现在可能在经验另外一种 我可能以前没有想过的人生 嗯 可是你看我以前是多么的被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熏陶 嗯 是整个在那里面的 嗯 然后我会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说 嗯 我还要再回去欸 嗯 之后我就开始跟学校是有一个 其实是有一点点距离 嗯 想逃狱 逃狱 对 享受过不用 不用照那个终身作息的日子 我不知道跟那个四十几名 有没有关系 这我自己也没有想过 嗯 对因为我后来注意比较多 就确实放在社团 我想考 嗯 嗯 戚余刚刚讲这个陷阱 我就 因为然后去 你说如果 如果进到这个陷阱 就会去 去追求那些陷阱里面 要你做的事情嘛 对对对 我刚刚这样回想 因为连结孝贤 刚刚前面问的 问我的问题 我好像就 其实我在陷阱里面 因为我人就在那边嘛 嗯 所以我还在陷阱里面 可是我 我就好像没有在玩陷阱里面的游戏 嗯 嗯 对 就是一部分的我 没在玩陷阱里面的游戏 所以我不会去 我不会去追求 比方名字或表现的更好 我只在乎我自己 喜不喜欢这个 然后我喜欢我就是 整个人都在想这个 不喜欢 我好像 对我现在就是有一些模糊的经验 就是我会 可能会祈求老天 说拜托我又不喜欢这个 想办法让我过嘛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嗯 或者是 很可能就是会 完全跳离开来 像 我非常常用不同的方式 离开学校 比方我高中的时候 真的很常 就是我觉得 听不懂也不想听 可是我也觉得不要打扰 打扰老师 我不知道对老师来讲 会不会很困扰 嗯 可是我真的就是有那个 就是觉得听不下 在上课当中 我自己就是站起来 没有跟任何人讲话 我就走出教室 嗯 因为我就 我觉得我也不要打扰别人嘛 一定有人想听 还有人要讲啊 嗯 但是我就安安静静离开 但是我不知道 我其实也没去 有人发现吗 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在乎 我到现在为止 只有我自己就是 觉得 不想听 听不懂 不要打扰别人 我就离开 另外一个是 我的学校是有教官 我就会去跟教官 说 就让我回去 然后 而且我不会回家 我就说 现在是上课时间嘛 对不对 可是我 我已经不想待在学校了 我说你留我在这里 没有用 就是一块肉 我的灵魂就是不在这 那理由是什么 你会 就是这样 一般请假 你会找个理由 对啊 我没有找理由 我就是跟教官这样讲 就这么诚实 我就是说 我根本就不想上课 把我留在这 也只是留一块肉 然后 然后 我现在就是想出去 嗯 但是我也不会回家 然后 好了不起 我的教官 我真的觉得有一道 很好的教官 就是我的教官 就跟我说 好 那我就开一张外出单给你 你知道 我不用经过请假的流程 但是他就说 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回家嘛 对不对 我说对 他说好 那你还穿着学校制服 你出去还是代表学校 拜托不要做什么 太可怕 违法的事情 我就说好 这个我做得到 嗯 他就给我一张外出单 嗯 然后我就给警卫 你知道你就走出去了 然后我就去看电影 哇 然后下了课 我回家 我妈 就是完全没有发现 我今天根本就没在学校 的一部分时间 前面我还有在 但是后面几个小时 我就是离开学校 嗯 对我会有 我会去行动这些东西 哇 教官也很棒 就接触了这个学生的巴士 嗯 当然这个可能也跟 呃我跟这个教官 因为我 我以前高中也是设计队嘛 就是 对那就是我很有兴趣的东西 嗯 然后他 他呃 那几位教官 刚好是设计队里面的带领 嗯 但是我刚刚也想说 虽然我没有在玩陷阱里面的游戏 嗯 可是光是人 被丢进陷阱里面的本身 就已经会带来影响跟伤害了 嗯 我现在只要很有压力的时候啊 我的梦还是跟考试还有终身有关 是 而且 而且我重点是我有好几年哦 我都会去确认 我醒来的时候都会去确认 我到底有没有 高中毕业大学毕业 啊 你知道吗 就是你看我这么不在 虽然我都有在走在这个 学制里面嘛 嗯 然后可是其实我 我在学校蛮常被说是独行侠的 其实我就 已经不在这个大家的 的这个追求里面 可是 光是 在那这些年 你看这种东西对我还是好有影响 嗯 对 所以可以这么说 就虽然你这么自我的 就是想离开就离开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 有一点点自责吗 那时候 那时候没有 可是我猜可能也是 还是会有一些 害怕吧 嗯 对因为 因为 比方说终究 终究你还是要想办法可以毕业嘛 那或者是 如果我 因为 因为 我其实都蛮在当下 所以我没有 远一点的想法 嗯 所以如果你看我高中 我不念完 那我可以干嘛 然后 如果念完好 不去念个大学 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嗯 就是会有一种 不知道 所以你还是在 你看我还是攀附在这个 是啊 体制上面嘛 但是虽然没在玩里面游戏 其实我还是 这里面的某种角色啊 是啊 对 因为父母都会 就是恐吓说 没考到大学去工厂做女工啊 什么之类的 我爸 我爸妈没有恐吓我 我爸妈有 哈哈哈 没有恐吓我 是 可是我自己就可能会 就是会有一种 那我要干嘛 因为我还没想到嘛 所以还没想到 那大家都去大学 那就不然就去个大学嘛 嗯 你现在没有想到别的 顺顺的就过去 嗯 对 你说的做那种梦 我也有欸 嗯 我就是有压力的时候 我也会梦到我高中 我正在高三 嗯 我就是印象深刻 就是回到高三 高三最痛苦 嗯 这样 然后我醒来 我都会 好险我已经不用再去学校了 对 我已经长大了 对 真的 很恐怖 好我们 应该要赶快推进一点 不然我们 好的 这一集可能就只能讲一个 哈哈哈 好 那 在接下来那个Kiss 就写到说 他作为一个老师啊 他非常确信 他自己的班上 除了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这26个8岁的普通孩子 和尤其这20个10岁 学校认为落后的孩子们 嗯 他们并不笨 嗯 所以当他来到班上 他面对这些孩子跟教学的时候呢 他总是很有活力 手舞足道 班上的气氛也因为这样就实际上很嗨 这很好 但 与此同时呢 对于班上的秩序跟这个纪律的经营呢 其实是很不利的 嗯 而纪律的培养啊 是传统教学的学校里面所重视的事情 嗯 这完全也是我们现在学校里面 嗯 嗯 所着重的事 对 嗯 就是刚刚我也想讲的 那个他班上的孩子 是我们上一集的时候 Kiss有说 嗯 他就是 呃 当他是新老师的时候 他带的是一个 没人想带的一个班 嗯 对 然后就是那种 比较有一些 普通跟落后的小孩 所组成的一个班 这样子 所以他才会 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 说他们 并不愚蠢 嗯 愚钝 对 对 是 然后他在接下来就写说 如果啊 你把一个 完全没有教学经验的老师 来塞到这个 全校都认为最难教的班上 哎呀 那他就得要 想方设法的奋力一搏 我觉得他这边 接下来提到这个观点很有趣 他说 不论一位新老师 他对于教育 他是有如何的有抱负 满怀热情 或是多么的有理想 面对这一群这个失控的孩子们 总还会是 无意识地用传统的方式去管秩序 嗯 所以他 他有用传统的方式 管秩序吗 他听起来好像没有吧 他听起来好像没有吧 在这个学校里面 因为他 之前受到的教育 又 也包含在我们前几集的时候 讲到 他遇到的那位老师 斯特林 嗯 他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在看待 也包含 结合了他自己 一直以来这些历程里面 他所整理出来的 所以 就是他 他说 这个他人生中遇到的 第一位好老师嘛 斯特林老师 嗯 然后呢他 我 我看的 观点是 他是带着那样的意识 进到那个教学现场里面 嗯 他想要像他的那个 最喜欢的那个老师 斯特林一样 对 就是是 他讲的是什么啊 就是说他相信 嗯 艺术是存在在小孩的身上 嗯 不是由大人来教给他们 不是浩天给予的 对 所以他就是 不想要变成那种 一般传统的老师 嗯 嗯 但我也完全能够想像 作为一个这样的老师 进到那个教学的环境里面 不只是那个教学现场里面 会有的压力 嗯 对啊 对啊 你如何在一个学校 但是你的 你当一个老师 这个角色的理想是 不让小孩觉得自己在受教育 就是 哇 这真的很 很理想性耶 超难 对啊 但是确实 我自己因为接触了即兴志之后的 完全被翻转的概念 真的就是 你得用玩的方式 嗯 你才有办法 去好好学某些东西 嗯 对啊 但是这个 跟学校教育里面 要小孩吸收的东西 又有好多的冲突 对对对 嗯 那我自己是觉得 刚开始 呃 刚开始 就是 让小孩 不要感觉自己在受教育 就是 你要扭转这件事是很困难的 嗯 刚开始你要去这么做的时候 嗯 就是你把他们当人羊对待 嗯 就是让他们有 有 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的这样的状态 在一开始很难 然后也很累 嗯 那但是当他已经 小孩已经觉得 诶 开始他觉得这样的状态很好的话 你会越来越轻松 嗯 因为你就不需要一直喂东西给他们 他们自己会一直丢出来 嗯 就是那个建立关系吧 嗯 他就讲了啊 我要抵抗那个 成为传统教师的那个 把自己变成传统教师的压力 然后他必须要先跟学生 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嗯 这个建立关系这件事情 我现在回想 在我 应该是这么说 在我现在带领即兴趣的 这个工作上 我认为是一件超级重要的事情 嗯 那我现在迅速的回想一下 我自己 就是小时候在学校里面的经验 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啊 ZERO啊 那老师跟我们建立什么关系啊 我们跟老师 在每堂课有唯一的关系就是 大家都麻木不仁的站起来说 起立 敬礼 老师 然后老师就开始 然后我们就开始 然后我们就开始 你建立什么关系 你知道如果我们剧团有情一点 一定要再出一集拍你的表情 哈哈哈 真的太精彩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 没错没错 对啊 真的是 零 零关系 你们有经历过 在小学中学的时候 老师 在上课的时候 小学中学 跟同学建立关系吗 好像没有刻意在琢磨这件事情上 哦 没有 只会老师请 请喝珍珠奶茶 哦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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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关系 对 好喜欢同乐会 对 对 老师请客 然后或者是老师 老师陪我们打球 就这样 老师陪我们打球 对 我刚刚想到也会有点 跟这个有点连结的是 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现在有在国中教 然后之前有在学校里面教课的经验 那 教戏剧我觉得有一个 很好的优势是 它需要空间 所以都可以被 可以要求说 把所有的桌椅 推到旁边 对 那我现在的教室又是一个 它不是被 每一个学生一个坑的 不能坐在它那个位置上的那个样子 所以一定会看到更赤裸的它 我只是 如果我在教室里面 有在讲台上的话 那我看到就是一个 肩膀以上只有它的头 看到脸 但它不知道有没有在上课的状态 但在教室里面它就会 扭来扭去 然后做成什么样子 而且 还有一个教育的那个 现场也会 以前会发生就是 做好 对 不要讲话 对 它变成一个学生的样子 对 但我可能就 然后现在教室就会 哦 它现在很多真的新奇的小想法 嗯 等一下下课有没有机会 可以替娜来跟我们分享看看呢 那就会害羞一下这样 对 我会再停一下 然后大概十秒结束 哦 不错 嗯 大家刚才前面是十六秒才安静下来 然后有机会让我说说话 现在是十秒 大家有进步咯 我们再来试试看 我们还可以进步多少空间 嗯 好强哦 有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干嘛玩 好俏皮啊 对 但我也有经验过 因为那个课堂上 不是只有我一个老师 有另外一个老师 嗯 他一来的时候看到班上这样乱哄哄的 对 马上就 马上贴上说 帮你管秩序这样子 对 马上帮我管秩序 就全部就 哇 对 没错 松开的松动的又又在 又在 水泥化了 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 没错 不只一次去到校园里面演出的时候 就是我们还没开场的时候 前面主任现在骂人 真的 教官 就先来 哇 那个骂 那种骂的方式我都觉得好熟悉 因为我小时候 在招会还是什么之类 周会招会的时候 对 就是教官或是 俊岛主任会在上面骂的那种 嘴声 那种语言 那种 超不客气的那种 然后下面大家就 就是紧绷起来这样 然后我想着 接下来 可能是我要接过麦克波 对对对 然后想要为他们暖身 邀请他们等一下接 可不可以爆个料 就是我就是有印象 那个吴孝贤在后面干扣 还有我们在后面说 这样等一下我要怎么讲啊 要怎么演啊 因为吴孝贤通常就是要去当主持人嘛 接着 就 就要好 要好花力气喔 才能再 是啊 而且他们可能也有经历过 完全没有人敢讲话 我们在问观众建议的时候 完全没有人敢讲话 如果是前面没有这个part 然后不讲话的话 我会觉得那是其他的问题 但是我就觉得 本来这群学生明明 排队 排着队一班一班进来的时候 还是闹红红的 对 就是我觉得那些老师主任是觉得 他们想帮我们管秩序 就先把他们 咻 全部一片鸦雀无声之后 然后交给我们 但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 宁可他们刚刚先是这样 松松的进来 是很理想的状态 对啊 比较理想啦 比较理想 有时候老师也会有一种 就会觉得 不要让老师 就是来到这边的这个贵宾 觉得说我们是一群不受教党 丢脸 对 他们会觉得丢脸 我就先做点什么 唉 总之anyway 就是刚好我想要讲一个东西 我也觉得 就也让我想到 因为你刚刚有说 因为我们是教戏剧的 好像相对是不是有比较 在讲这个建立关系的这一part 是比较吃香的呢 因为我们好像会 可以用一些活动啊什么的 但是我自己也仔细想一想就是说 即便是以前我们的那些国文啊 数学啊 历史啊 自然 就是我讲的建立关系 并不是 像刚刚说 老师要请我们喝珍珠奶茶 还是什么 坐下来跟我们聊天什么 就是 我现在回想 在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没有任何老师在 我小学第一堂课要上数学的时候 先坐下来跟我们说 来 各位同学 数学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数学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 数学是什么 我们干嘛要学数学 这些开场 或是说国文 历史 自然这些东西 这个建立关系 我觉得应该是 他要先帮我们 跟他所代表的这门学科 这门知识来 来建立关系吧 就是并不是说他的是那种 学科他就不能 建立关系 是只有我们在戏剧工作坊里面 可以去所谓的建立关系 这可能是个迷思吧 对 如果他这样子开场的话 我想我会对数学 或是会对国文 更有兴趣一点吧 就是国文这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们这一学期 拿到这一本课本里面 有的大概是什么 对啊 不是一翻开来 就是看没的一些什么 就是文言文啊 然后就是感觉是很遥远 莫名其妙的人 讲的一些话 为什么我要把它读进去 然后还要记起来 好困难喔 而且又很少用到 对 对啊 古文又不会用到 完全就会觉得 真的是没有关系 没有建立那个关系 我自然就会觉得 这些 你教学的东西 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啊 但是我 当然啦 小时候我绝对不会这样想 我小时候一定就会觉得说 蛤 我不会念书 不会念书 这个是一个超大的标签 好可怕 我读不进去 蛤 我觉得没兴趣 要考试之前 我看着他 我觉得好想睡觉 是因为我不会念书 我觉得这标签超 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觉得是超容易被贴的 我自己都贴自己啊 我觉得这老师真的是 应该要成为 那个知识的桥梁 因为刚刚孝姐讲 我就好有同感说 如果我 比方在念一段古文 然后我就说 看不懂吧 我跟你讲 我当初念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难消化 但我们先来探索看看 因为我比你们多的念书嘛 所以我已经做好资料 我来跟大家解释 那是什么 可能相对 可能就变得比较好吸收 因为老师也能够理解 学生不懂 而不是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要记起来 仿佛是一个权威 它是一个 知识的资料库一样 对 那感觉很不同 对 没错 而且你刚刚孝贤问说 有没有建立关系 这回事吗 我也是在回想 然后伟翔刚刚讲说 他比较赤裸 就老师 可以比较 坦露他自己 他这个人被我看到的时候 就 我觉得那时候才有 才是关系的开始 我就印象 我的五年级的有个老师 因为我们班发生了一件事情 六年级 他是后来来取代 去当主任的老师 然后他就 反正 应该有什么事情 我们让他伤心 所以他有哭 然后但他也告诉我们 他的 他那时候愿意跟我们讲 他的价值观 然后他就说 他的女儿 我是不是扯太远 他的女儿 你到底什么 我的意思 我好像必须要举例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是只是在那边说 现在第一课打开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要念这个 而是他这个人 愿意 对他这个人 坦露到我的前面来了 然后同时他跟我分享一些 其实是价值观 我们可以跟他同或不同 他就说 像我的女儿 他就是好喜欢站在餐厅门口那些说 欢迎光临的小姐 他就觉得超棒的 他就鼓励他女儿去追求 如果以后想做这件事就去嘛 他说最后不偷不抢 这很棒啊 他说他就鼓励我们可以做各种 我们 只要不要伤害别人或什么 就是 他因为我们颁报做了一件什么事 我已经忘记了 骂了我们 可是他告诉我们他的这个价值观 可是因为那一刻看到这个人的松动 而不是 你知道那关系不再只是建立 我们拿了同一本课本 嗯 第一课打开 这个这个这个念完数学 这个三角函数 这个这个ABC 就是 不再只是这样的时候 那时候才是关系的开始 你知道刚刚我回想整个你说的关系史 没有就只有这个 还有如果 孝贤刚刚那样说 来什么是数学 如果我这辈子有人这样跟我说 就是 什么是国文 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 我现在一定马上想得起来 而且我搞不好不会因为 你知道你只是喜不喜欢这个老师 对 而对于我其实原来好喜欢的数学 就跟他分开了 嗯 对 因为我我其实真的很喜欢数学 嗯 我觉得好好玩哦 嗯 对从小到大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你说的 也是在说老师的全面 嗯 我突然想到 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些教授 嗯 他们教的那些东西都实际有在用 啊对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老师 我随便说数学老师 数学老师在购买 在购买饮料的时候算超快 哈哈哈 或者是国文老师 国文老师在看到春联的时候 立刻就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 英文老师六的 嗯 英文六到半死 就是你若有看到他的那些实用的面相 嗯 你会觉得哇 这东西我好想学哦 嗯 老师好酷哦 老师好帅哦 老师真的有 真的有在用这东西 而且喜欢这个东西 嗯 而且就是 就是他的样子 就是展现了那个专业 嗯 而不是考试会考 对 的时候就会很想学 嗯 因为终究 考试他 我觉得考试有一点他的好处 是老师可以确认说 他教的东西有没有被 可以 可以 听懂 因为他可能也需要做一些 教学上的调整 嗯 但如果比方像孝贤或艳雨刚刚说的那样 嗯 一进来跟我说 国文是什么或历史是什么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 我就会觉得 这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很有关系 对 那后面再进到那些 好那所以我们要打开第一课 来看第一句 嗯 就是有个 有个润嘛 有个滑梯这样 就是像 像伟祥说的桥梁 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嗯 嗯 姐弟关系好重 对 你们曾经有想过 曾经有觉得自己的老师很强过吗 强 很强 就是 啊 他平常教我们这些 然后突然用到他 突然看到他用 就觉得他真的好强 没有 好像没有这样的经验 好强 没有 对 没有机会看到他使用 你说在学生时期的话 学生时期 对 他是国文老师 然后他国文好强喔 没有 没有这种感觉 我现在没有立即可以想到 对 我是有看过表演老师 就是在外面 就是我去看他的戏的时候 就觉得哇他真的好厉害 嗯 有有这样过 但其他的好像目前都没有 在生活中看到过 嗯 对啊 要数学老师跟他去吃面 然后跟他 最后算账算条块这样 或是数学老师去参加奥林匹克 比数学竞赛 然后你在电视上看到 哦 或是围棋比赛这样 对对对 这个你就让 让我想到以前我在念台译的时候的那种 感觉 就会觉得 嗯 我们的那些老师都已经是戏剧系了 对 但我那些老师都没在做剧场 对对 我们以前就好羡慕 没错 北义大 北义大老师都还是 在现在的剧场里面有在工作的 对 然后出现在杂志上 对 有在表演 有在导演 有在当灯光设计什么什么 对 我们的老师 这个 对 我还超级记得 有一次 因为我们是夜间部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就是坐在那边等等 老师怎么都还没来 对 然后过了一会儿 一个老师这样 那个老师就是一个 稍微有点风鱼的 一位中年妇女 这样年纪的一位老师这样子 他是上类是理论课 然后这样跑跑跑跑 跑过来这样 他已经迟到了一阵子 他说 不好意思 我刚刚主办 他说 主办 弄太晚了 而且 那个喔 一边主办一边看一个 不知道什么什么连续去 就好好看 就忘了时间 好诚实喔 真的是 真的是 因为他真的就是有满头大害 然后他就好像住在学校后面的 类似的老师宿舍 之类的 ok 我就觉得天哪 管我屁事啊 就是我是被这样子的人 在教戏去 他在上课前还在主办 看连续去 好荒谬喔 他完全没有在这个 这个领域 这个专业在工作 他感觉就是一个家庭主婦 兼 兼差来上上课 那种感觉 就觉得好荒谬 但是他也蛮有勇气的说出这些实话 对 你就会知道他完全 就不care 他不care 对 你会觉得他 讲严厉一点就不上镜 就是他没有想要在这个专业上面去 怎样 然后给学生更怎么样的东西 这感觉就是一个铁饭碗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没有穿上他的制服的感觉 对啊 所以他可能只提供了一种角色 以后我们要演某种人 他就是一个sample 对对 好 我们来把这个后面往下讲一下 好 好 然后他后面啊就 接着说就是 他刚才讲到的关于那个 要跟学生建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关系嘛 所以 他说我必须要先从我自己开始做起 要来打破以往 学生他们认为我是老师 他是学生 老师在教学生得要学的这个关系 他认知到他必须要先和他们建立这个新的关系之后 才能够开始希望他们释放他们显而易见的创造力 对 那我自己看到这边我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感动 就是你得要先有这个部分 你才能希望 我觉得那中间其实是有种温柔在 而不是 是 你想着孩子你应该就要有创造力 那你就要展现你的创造力 这种斩钉截铁的这种 看待的方式 就觉得蛮喜欢那一句 就是真的把眼前的人视为一个人 无关他年纪 因为每个人会在什么时候 开出他的花朵 这是很不一定的 也不见得就是在 在学校的时候 但是至少不要在学校的时候被弄坏 对不对 对啊 我同意用温柔这个词去形容他的这种态度 就是要先建立关系 然后不让他们感觉自己在学校里才有机会去释放这些显而易见的创造力 对啊 就是 完全就是 对啊 我们现在会在工作坊里面想要 让学员去感觉到的这个流程吧 对啊 因为 我觉得真的是很实际的耶 你会知道 不这么做不可能啊 就不这么做 这些学员哪有可能演什么极兴剧 而且也会有学生来的时候 就会带着说 老师我们现在要学什么 然后或是就直接会告诉我说 老师我今天好像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你要再对我更严格一点 对 对 可能我认为或我经验到的那个捷心剧不是这样学的 更何况我们在做的是艺术 它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 我只能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在场上在做的每一课都是独一无二 但我们可以怎么样做 调整的时候 从观众的角度看 它会更享受 那就从我们经验里面去做分享 但 刚刚你们在场上那一个 每一幕每一幕 它都很精彩 嗯 它要调整成它 它从本来是被input的人 它要调整成它是output的 然后它这些也需要时间 对 它也是需要时间 如果我太快去变成 它想我成为那个老师的时候 它就丧失了那个 有机会可以开启的时间 对 而且它也把在原来学校里面的一种标准 老师该怎么样 呃 或是老师可以怎么样给我东西 这个标准带进来了嘛 嗯 对 所以这些都是 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坊里面都不是这样子 对 对 因为我觉得像我如果上比较长期的工作坊 譬如说如果像在那个大学里面 嗯 教课的话 就是超级需要在学期一开始的时候 就提醒学员说 包括连 呃 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问你们一些问题 嗯 然后你们就是可以试着去回应的这个部分 嗯 我也知道我们是需要慢慢进步的 是 就是这个东西 不但需要先点出来 我觉得在过程中还要一直不断的提醒 一直不断的提醒 嗯 不然我觉得就是学员就是 因为有可能你讲过之后 他们会要理解 然后试着做 但是有时候又要Q回去 嗯 嗯 就是 这个东西我觉得 就是很很困难 嗯 就是真的就是 在感觉就是 呃 你在面对一群就是 之前就是已经坏掉的 嗯 就是习惯不要讲坏掉 就是习惯被input 嗯 就是从不不习惯可以output 除了那些 诶 少数本来就是比较 活泼啊 喜欢那边讲 讲垃圾话的一些学员会比较 勇于回应你之外 嗯 我自己是觉得大概四分之三都是 都是 的学生啊 的人数都是 不习惯于output 东西给你的 嗯 嗯 就必须要 别人鼓励他们说 这个也是 嗯 嗯 也是必须要在过程中慢慢进步的 甚至 因为有那个评量标准嘛 嗯 我也会要告诉他们说 你就是不是人 人到有点名了 这个就ok了 嗯 嗯 也会变成平量标准 虽然我很不喜欢这个东西啊 但是因为学校就是要平分嘛 嗯 嗯 就希望用这样方式去激发他们说 激励他们说 我要试试看 我也在老师问问题的时候 试着多回应一点什么 不管是什么这样子 对啊 但我觉得那真的不容易 嗯 真的不容易 嗯 那后面她又聊了些什么呢 就只好等后面的其他集再来听听啦 哈啰 大家还有什么未尽之言啊 嗯 差不多 在整个讨论过程当中 一切被立体起来 有件事 这两次读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收获 嗯 我会想要带走 韦翔刚刚说的这种温柔 回去对待自己跟 跟出现在眼前的人 嗯 我觉得一定也很困难 可是我想要记得这件事情 好困难啊 对 我想要记得这件事情 好 那又是来到 呼口号时间 那 就 从头开始 好 即兴主义 建立关系 即兴主义 吊到坑里 即兴主义 释放压力 即兴主义 温柔甜蜜 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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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不然我现在 都不得了 让我都不得了 趕快去 这个过程 谢谢你们 要给你们两个收了哈 好的 谢谢 谢谢